李安导演最新立作 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在21号全球同步上映 电影中主角在海上求生 惊涛骇浪的画面 就是在台中水南机场 这个大水持手拍摄 在电影上映的时机点 剧组特地开放媒体参观 里面的场景首度多外曝光 仔细看了所有的资料 我想十年之内 在视觉的功效上 要突破李安恐怕不容易 我们真的很享受 他电影所带来的视觉满足感 今天大家看出来了 由于保密条款限制 这座照浪池 在之前可说是保密到家 由台湾团队打造的拍摄场景 长75公尺 宽30公尺 深度也有3公尺深 几乎等于一个 奥运游泳池的水量 配合12部照浪机组 施加不同压力 产生上千种海浪变化 加上电脑特效合成 看起来就像是 数十公尺高的滔天举浪 这一个海浪的经验 比我们在一般的沙滩那种浪 游乐区那种浪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个真的是惊涛害浪那种感觉 我们刚开始设计的 大概有100个城市 后来选中了 大概20个城市打出来的浪 导演看过了 都不是他要的 这个就会让我们非常伤老心 那我们得再把城市重新再设计过 然后再反复的 时间是很紧迫的 所以我们反复的一直在试试到最后 让导演他觉得他可以认同来拍这个片 这个大概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民众来如果只看一个水池够不够 我们必须 我们的这个全社单位正在规划 看能不能扩大 一个是只做拍片使用 另外一个是加上观赏旅游功能 我们要好好的回报 The next part of the story You will find a hard to believe 业者表示 为了符合李安导演的需求 遭浪池的造价高达台币一亿五千万 而李安导演在先前也承诺 要将场景和道具捐赠给台中市政府 希望未来能提供更多电影工作者使用 记者洪嘉宏